律政司决定撤回部分人士在旺角佔领区 妨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的控罪 河文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人 下午就去法庭申请取重费 探日彭报道 律政司在星期四决定控告22个人 包括黄之锋 社民连副主席黄浩敏等人 刑事藐视法庭 同时撤销部分人士 妨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的控罪 多人去到裁判法院申请取重费 控方不同意申请 但是没有作出反对 裁判官考虑到控方落案的时候 应该已经预计到高等法院会有行动 现在控方自行改变主意 看不到拒绝被捕人士 申请取重费的原因 结果裁定黄之锋 可以取得大约22000元的重费 黄浩敏可以取得大约15000元 其余各个人取得500元 而就着学生如果因为占领行动 而被捕或者判刑 中大说有既定程序 决定改一个学生学位的问题 现在不能够一概而论 所有这些事实我们都不知道 当然你判刑的 当然也有判刑很多种的方式 什么原因判刑 为什么判刑 我们学生事务处 也有一个章程 是看这方面的东西 因为我们有一个程序 我们也有一些纪律的小组 是看这些东西 不是我们可以就这么说 一个很概括地说 佛泰辉说过去有校友 自发请律师协作学生 校方会在有需要的情况之下 充当联系角色 亚洲电视记者谭一鹏报道